因素路性存者 實況主爭霸戰 簡單來說呢 就是我們這次總共會有非常多個實況主 像是有凱琪啊 然後還有劉軒 然後有一七杯比 然後還有Standy 那我們呢 全部都會在這個262服裡面 然後我們會創萌 創完之後呢 我們要來搶奪伺服器裡面的社區 那總共會有五個等級的社區 每個等級的積分就不一樣 所以呢 簡單來說我們就是要努力的 搶到這個最強的社區 這一次呢 就會有幾個實況主是在同一個伺服器 然後呢 我們就是要去創萌打別人 實況主稱霸戰就是這樣的概念 那我們呢 就是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素路性存者呢 復刻 因素路這個漫畫裡面的劇情 然後這遊戲玩法蠻簡單的 它下面會有個能量條 之後呢 我們就會把它放到這個塔台上 然後讓它去做對於殭屍的攻擊 然後呢 它有分成近戰的 像我們現在這一隻 來 放上去 這一隻呢 它是近戰的角色 所以它就會下去跟殭屍這個互拷 然後呢 你看像我們這一隻 這一隻是遠程的攻擊 你可以看到左上角呢 它會有一個這個符號 它就是遠程的 啊拳頭呢 就是近的 所以呢 我們就放到這裡 讓遠程的去攻擊殭屍 然後啊 接著結束之後呢 能量條還是會繼續跑 那怎麼辦呢 它就會多出一些 像這種炸藥 或者是燃燒品啊 它會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讓我們來對付殭屍 像這個炸藥我覺得是最猛的 炸藥呢 我們就是直接這樣炸下去 基本上呢 就把一堆殭屍給打爆 OK 然後我們就打贏了 到時候我還會有更多 增強自己 自己角色的一些方式 等一下再跟你們講 我們現在來 進入這個劇情 其實這個劇情啊 基本上呢 都跟殷屍錄 漫畫裡面的劇情是差不多的 這個劇情呢 就是在說它前面 翻車了 因為有殭屍在追趕嘛 然後翻車了 我們翻到這營地裡面 然後這些人就相遇了 現在呢 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看到戶外是不是有非常多 正在走動的殭屍 或者是一些像這種 奇奇怪怪的 塌陷的房子 那到時候呢 你都可以去做一些搜索啊 你就可以帶兵過去 我們就是要在這地圖上 拿到很多的資源 然後之後 如果再往外看一點 應該也可以看到其他人 然後呢 如果你想要打幾級的上司呢 你這樣一坨一坨去看 你可能不見得可以找到 你想要的上司 所以呢 你就可以直接按下面這個望遠鏡 你直接搜尋說 我要找幾級的上司 他可以這樣慢慢 慢慢往上 到21級 如果你很強的話呢 你就可以 往上去搜尋上司 那我們現在只要打一級的就好了 然後他就告訴我們說 一級的上司在這裡 你只要點這裡 他就告訴你說 這裡有上司五隻 然後是一級的 我們就直接按出生就好了 然後代滿 過去 你看他就這樣子 從我們的城鎮裡面呢 行軍過去 然後跟殭屍打 打完看是勝利呢 還是失敗 其實就順順的玩 真的 真的不難啦 也不需要你花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基本上 如果你破到後面一個程度呢 你就可以讓他慢慢的等 等一下呢 會有一個 加速的令牌可以買 其實我覺得那個令牌 蠻重要的 就是可以獲得的資源呢 跟一般你沒有令牌的東西 是會獲得十倍的資源 而且還會有其他的加速跟角色資源 這個我覺得CP值算高 那我們最後來玩一下 我們的家園保衛戰 我們現在的城鎮是不是長這樣 然後在家園保衛戰呢 就是你在這時候 你就要先把一些你的守衛塔移到 就是靠近你的市府啊 或者是說 你想要怎麼擺這樣子 你看喔 像現在呢 其實就是跟我們一般打上司 的概念有點像啦 那他就是保衛我們的家園 然後他就可以獲得一些經驗值之類的 然後喪屍來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先放這個 下燈好 這樣就可以讓他慢慢跑燃燒 然後接著放我們 MARGI 每一個角色會給的東西都不太一樣啦 那你可以選擇看是要先放人上去呢 還是先放技能 其實都是可以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離他太遠了 你知道嗎 我們只能靠這個 燒彈去燒他 來燒一下 然後現在進入我們的射程範圍了 我們就開始變 超強 他都還沒碰到我們的施政 我們就贏 蠻簡單的 你就是慢慢的這樣往前破 一直破上去 一直破上去 還可以拿 保衛戰獲得的東西呢 去買一些英雄的碎片 之後還會有別的 別的東西 我們再來慢慢測試 記得加我的聯盟喔 還有記得 如果你們想要課金的話呢 令牌第一個先買 比較重要 然後到時候我們到聯盟裡面喔 我們可以去解鎖科技裡面會有一個 讓我們可以提升我們的聯盟的人數 這個也很重要 我們就無聊就去捐獻一下 然後捐獻完之後呢 慢慢的讓我們的聯盟越闊越大 我們才有機會打得贏人家好嗎